弟兄 姐妹们平安 欢迎大家来到属灵信堂时间 今天我们要谈难得安静 传道书四章六节这么说 满了一把得享安静 江湖满了两把劳碌捕风 太忙碌的生活会让我们活在紧张当中 而生病却是一个让我们反省的契机 忽略身体健康的我们 对于自己健康的状况并没有任何的警觉 直到被病魔打倒了 才了解自己真实的状况 我们拒绝聆听这些信息 是因为它并不符合我们的生活理念 也许这场疾病想要教我们学到一些 生病没有办法学到的事情 病痛真的能够再次让我们反思自己的人生 而重新出发 为人生再次寻找新的方向 正年书一章三十三节 愿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 得享安静 不怕灾祸 愿上帝祝福每一个 每天都花时间 安静在上帝面前的门徒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 请问一下 请说 谢谢